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发放0403花莲赈灾户家用礼品券 那么花莲县政府感谢红十字会的支援 希望借由政府、社会大众以及民间团体来共同合作 协助受灾户早日重建家园 现在许多感谢红十字会往前放在0403之后 逼此间提升而出来到花莲协助救灾 援助多位因地震受伤住院的乡亲和罹难者 并时时联系地方政府、时时伸出援手、协助受灾户 这次发送家用品礼券 便是对希望乡亲早日恢复日常生活资源 代表花莲所有乡亲向红十字会表达感谢 0403地震造成花莲县内栽损相当严重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协助灾区重建 支援建造修林乡和平村灾后紧急避难所 并包括和平村受损建物的修缮协助 帮助花莲乡亲早日重新家园 红十字会同时也支援水平交房分队 办公厅设重建计划 希望提升在地消防能量 保障人民的生产安全 有关于0403受灾民众承受身心以及经济的压力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除了支援重建计划 卫助商者以及抚慰王者家属之外 也将部分上款用于补助红单受灾户的用品礼券 以安定生活第一阶段以补助500户为原则 凡是因此花莲地震导致房屋不堪居住 经华民政府鉴定为红单户受灾户之后 经华民政府鉴定为红单户的受灾者 经红十字会审查通过者 付出每户家用品旅券新台币3万元 才一次新发放 希望让书来乡亲购买签之后的家用品 以安定生活 接着节奏黄色不倒